大皇子息怒,此事都是老神一人的错,都怪老神闺迷心窍,犯下大错。 人在哪里? 在,在暗室里。 带我们去。 小梁,小梁,你醒醒。 苏小璐捏开苏小灵的嘴巴,将一粒药丸塞进她的嘴里。 三哥,先带姐姐出去,这里空气不流通,出去再说。 嗯。 出来之后,周恒就把苏小灵抱到就近的床上,苏小灵脸色有些苍白,这是重要的后遗症。 苏小璐的解药在她口中自然化开,苏小灵也慢慢地清醒过来,她缓缓睁开眼。 恒弟弟,小璐,这是哪儿啊? 抱歉,让你们担心了。 小灵,这不怪你,都是怪我。 恒弟弟,这不怪你。 苏小灵露出担忧神色,这怎么能怪她呢? 她看了看四周,最后视线落在陌生的秦氏身上。